大家好 欢迎收看预测节目 本期我们的嘉宾是沃尔夫冈恩斯特 他即将与我们一起讨论波兰资罗提 您预测的该货币队的价格将会在4.30左右 您认为波兰央行将会有哪些行动会影响到资罗提的价值呢 好的 是这样 波兰央行的决议将会在短时间内影响到波兰资罗提的价值 所以在短时间内 欧元兑换资罗提将会形成一定的优势 所以我认为在短期之内 该货币队的价值会在4.30左右 那么6个月的价格为什么会是4.25呢 因为我认为到今年的6月份之前 波兰央行将会彻底的结束 有关所有的削减利率的行为 而这是由于对于波兰央行利率政策的考虑 以及波兰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的考虑 所以我得出了这个4.25的价位 好的 最后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 让该货币队来到了4.20的价位吗 是的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 将会使欧元区在短时间内 获得资产和投资方面的增加 但是如果当波兰央行彻底结束削减利率之后 我们就需要将目光放在经济的一些基本面上了 基于对2015年后半年 以及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的基本面的预测 我认为欧元对波兰资罗提的价格 最终会来到4.20左右 好的 非常感谢您带来的预测节目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